请合掌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道 这个 除一切苦 讲到 波罗波罗密是大神座 是大名座 是无上座 是无等等座 人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后面就有了一个 波罗波罗密多座 上次我们是要说到 座跟陀罗尼 有一样有不一样 我们先来理解这个东西 座跟陀罗尼 我们现在大部分把座等同陀罗尼 但是如果在大圣佛法里面 初期大圣佛法里面 或是在大圣佛法里面 那么座跟陀罗尼是不一样的 那你在看波罗尼经里面 那他在讲到陀罗尼的时候 那么他的意思是种词 座与他就不一定 他座与基本上我们说这个跟达罗尼图人的阿大伯废陀的座与有关 四废陀里面的阿大伯废陀有关 那这个基本上这个座是从四废陀的阿大伯废陀 主要是主要是从婆罗门来 那么这个婆罗门 婆罗门里面的四废陀里面一个阿大伯废陀 婆罗门 这里有说到婆罗门他怎样 读诵真言指此名咒 那我们有说过这个咒语的力量 就是习真怀诸 增加你想要的 去掉你不想要的 人事物 基本上是这样 那读诵真言 他们有说叫真言 那么指此名咒 这个是经典里面记载的 那有非常非常多的咒 什么事物都可以用咒来解决 那这个早期是 婆罗门的话大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婆罗门有三大纲领 那这个咒语是比较后期的 婆罗门的三大纲领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 上期有跟大家讲过 其实后来我们佛教 很受到婆罗门跟沙门的影响 那么叫做沸陀天启 婆罗门至上 另外一个就是济世万人 那后来阿大伯慧陀 其实是达罗维图人的 原来的信仰 达罗维图人是印度的原住民 然后被征服之后 把他贬为索陀罗 但是后来也吸收他们的文化 所以达罗维图人 比较多的就是后来 就变成斯维图的阿大伯慧陀 那么阿大伯慧陀里面 最多都是明咒 咒语 那么后来本来是济世万人 婆罗门原来是济世万人 透过种种的济世 那么解决种种的问题 不管你是要得到什么 或不想要什么 都透过济世 有一点像像我们的华会 那么你要消灾有消灾法会 要元寿有元寿法会 要超度有超度法会 要求财有财神法会 那种种的法会 早期婆罗门是这样 后来就是说 阿大伯慧陀也慢慢慢慢 变成斯维图里面的一个 那比较后期的 那阿大伯慧陀就变成 词咒万人 咒语万人 词咒万人 阿大伯慧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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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样 阿大伯慧陀 慧陀 慧陀 之前不是有讲过四慧陀吗 那里面有阿大伯慧陀 应该是这样 就变成词咒万人 那这个你在后期的大圣经典 跟密教结合的 婆罗门结合的 也可以看得到 而且会认为你词这个咒 胜过你读几百万的经 念几百万的佛 后来变成心咒 就叫做所谓的心咒 后来变成咒中之咒 就是 它会变成咒语万人 就变成咒语万人 就词咒万人 就变成咒语万人 所以有种种的咒 治病的咒 炎寿的咒 消灾的咒 往生的咒 就有种种的咒 那原来的婆罗门 它基本上是 有种种的祭祀 你要消灾的 要炎寿的 要忏悔的 要超度的 有种种的华会 那后来这两个就结合 就是华会跟咒语就结合 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我们现在的佛教 基本上也是这样 那废陀天启就是 废陀经不是人说的 是神说的 神期的 所以它本身就有无上的权威 那这一点有时候在我们 佛教界也会这样 变成你只要写说 这本经是佛说的 它就有无上的权威 你懂不懂一回事 你念了就有功德 因为你念的是神的话 就是这个废陀经本身 有很大的功德 所以你的功德 来自于这本经本身 天启的 天象人的启示的话 这个是有功德的 那我们有时候也就是 诵经也是这样 就是你念了多少经 有多少功德 那么我要想要什么功德 我就念几步经 然后我回向给你 回向给你 回向给你 那我自己念不到怎么办 你大姑念一百步 二姑念一百步 大叔念三百步 加起来一千步 一家人全部念 那就集合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谁 手术顺利 身体健康 考试 考试极地 反正就类像这样 不是佛教的 可是我们基本上不是这样 废陀天启的概念 那谁来念有效 出家人念有效 就是上次跟大家讲过 越多人念越有效 那个修行越好的 戒八点越多的念起来越有效 出家越久的念越有效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婆罗门至上 婆罗门来念比较有效 一般人念没什么效 出家人来念经比较有效 念什么经 还要看这部经 功德大效 然后法会 在法会中 在不同的法会中 由出家人带领的在家人 一起来诵经 那么就产生很大的功德 后来这个咒语进去 就是这个经里面就加上 后面 相当心经后面就加个咒 反正后来经过就加个咒 就变成一个总结 就是又提升 功力又提升几层 这样 这种观念不是佛教的观念 原来都是婆罗门的观念 那原来是三大概念 后来就变成咒语万人 咒语万人 祭祀跟咒语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来稍微再理解一下 就是这个咒语的本身 那因为我们常常看到 什么陀罗尼就是什么咒 什么陀罗尼就怎么咒 其实不是 陀罗尼在僧文里面 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么在大圣法才开始重视 那么你会看到陀罗尼 基本上都跟什么连在一起 三昧 三昧后面就是陀罗尼 那么有种种的三昧 有种种的陀罗尼 那么五百三昧 一千八百三昧 那么有种种的陀罗尼 种种的三昧 那么如果大致论里面说的就是 你成就三昧之后 那么就成就陀罗尼 那陀罗尼 陀罗尼 我们来看大致论的解释 他说 我们先来讲什么是陀罗尼 我们刚才讲陀罗尼是种词 它是种词 它重点是这样 所以你看那个大悲咒里面 那个观音菩萨 它那个就是种词王菩萨 其实它不是真的一个菩萨 它是在跟你讲这个意理 种词 种词是什么意思 种 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的口诀 就是你用很少的 很少的字 射受很多的道理 那有点像我们的记 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是记的概念 种是什么 种一切法 种一切法 然后词什么 词什么 词一切意 无量法无一样也可以 一切法一样也可以 总一切法 词一切意 那我们说佛法里面有时候分的比较细 第一就是法俱义 为法俱义 这个法里面的文俱 那这里有时候 这个法里面有时候又分 文俱 文生俱生 字生 文字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句子 这个是名 所以一般我们会有所谓的名句文 有没有 名声 句声 文声 这个文就是文字 ABCD这种组合成一个字 比如说英文 因为外国的字不是跟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有点像 比如说佛好了 或是水好了 法好了 这个是这个偏旁跟这个偏旁 那如果英文就比如说APPLOE 苹果 假设 这个就是字 它叫做文 这个文组合成一个的音节 一个的音节或单音组合成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组合成一个句子 比如说这个字就叫做苹果 达马 这个叫做法 然后佛不达 然后如果我们中文字就是 这个水字旁接下来这个句 这个人字旁接下来这个符 那么这个就是字 这个就是名 然后佛法 佛一个字 这个 这一个名 这一个名 加起来就是一个句 然后比如说诸行无常 一样 它就是一个句 那这句里面 有些名里面就有意 有些句里面有意 那字没有意的 比如说APPA A就是一个单字 它没有什么意 好 那这个就是有意 那经典里面就会讲 把这个头针叫法句 那么法句就有意 都有这个意 都有这个意 好 那你词一切法 就是我们有很多经 那么这个 这个一句一句 一句一句就形成 形成一本经 经就是 经的内涵就是很多句子 很多句子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即进 有因有缘事间及 有因有缘事间内 讲缘起 无名缘形 行缘事 那就一句一句嘛 比如说无名缘形 行缘事 事缘名色 名色言六路 这个是 这个是名 无名缘形是一个句 那么无名缘形 行缘事 我们现在先了解这个东西 行是一个名 缘是一个名 事是一个名 行缘事 是一个句 那么这一句里面 都有它的意 有它的意 有它的理 有它的理 意理 那么你由这个意理 误入 误入 就得到 就是你可以见那个法 法的实相 法义 法理 那么这个是原来 就是它托诺你的意思 就是 好我们先 此种一切法 任何一个法 你 就是 你一切法 你都能够 你都能够 把它背诵起来 然后你能够知道它的道理 好我们先来看 先来看这个大致的说法 就是说你在经典里面 你很容易看到 名声 俱声 文声 有没有 名俱文 然后又讲法俱意味 就是这样的 就可能大家 这个比较不熟 但是 我讲几次后 你们就熟了 就多讲几次 你们就熟了 但是这种比较可能 大家比较不熟 因为这个就是名相 名俱文 一般就是名声 俱声 文声 声就是组合的 像五蕴声 说说两句组合的 如果照次第应该是文 名俱 如果照它的次第应该是文 文就是文字 你不要认为是文章 文字 然后 然后这个字 它有个名 那么这个有一点像音节 或是偏旁 然后主要是名 那么名词 这个是名词 这个有点像字 但是一个字 比如说佛 法 这个是那个音节 所以重点是名俱 名俱 那一般我们都把它叫做法俱 一般念起来顺都是名俱文 名声 俱声 文声 那如果 如果照次第应该是文名俱 那这个就是法俱 案件里面会讲佛跟弟子 同俱同义同位 同法同俱同义同位 就法俱的背后一定要知道它的意义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 因为我们持咒都是不知道意义的 我们只持那个音 只持那个字 我们会觉得 咒就是不可以解释 不对 这个文文要再来讲 我们被误导了很久 那一直认为我们就专心持受 自然有它的功效 自然有它不可以失意的功德 不对 我记得我有写一首 有写一首记 我自己写的 写一首记 之前好像我有念 有写过 就是 书胜在理不在文字 对 书胜在理不在文字 不是那个字 文具你的那不在文字 因为我们颂咒的概念错了 我们觉得不要懂它的道理 我们就是这个音 这个字念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功德 这个不是佛法 这个是婆罗门教的 我们来看 书胜在理不在文字 不在那个字 名句文嘛 功德从什么 功德从心 这个是我当时觉得 佛法很多人 都在那个仪式形式表面上 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功德 然后我就后来就 从这个写了一个这个记 功德从心不从身音 不是你身音念对 很多人就在 你要念这个是对的音 唐音 范音 古范音 摩羯陀国音 佛陀时代的音 不是那个身音的问题 不是面对身音的问题 是要懂那个意 这个很重要 你一般可以讲 持一切法 知一切意 那一般是说 总一切法 知一切意 那么你也可以讲 持一切法 或是无量法 无量意 也可以 一切就是无量 所以种种种种的法 不管什么经 那么苏圣在理 在他的意理 这个就是意理 不是文字本身 你如果是文字本身 然后声音念对 那个是婆罗门 叫做废陀天启的概念 那咒语就是这种概念 咒语就是这种概念 要念对 王妈你爸妈妈 阿妹你爸妈妈 还是比如说心经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你不用管他在说什么 你只要念对 所以去找那个犯音 谷犯音 摩羯头口音 咒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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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念 还要卷音 还要什么 念对才有功德 不是这样 这个不是佛法 佛法的道理一定是 同法同聚同意 同位 同法 你说的法跟我说的法 佛也这样说 佛弟子也这样说 佛与大师 佛就是大师 大师与弟子 这个一个在家人 他就赞叹大师 因为他去问佛 后来就问佛弟子 佛弟子所说的 一样 他解释的也一样 他去问这个佛弟子 问舍利佛 佛目见年 问这些佛弟子 问了之后又去问佛 佛弟子所说的 跟所理解的 所解释的 跟佛所说的 所理解的 所解释的 完全一样 那后来我们就 他种在那个义里 那后来我们就不一样了 就是他所正的 这个就是所正的 依这个所正的是一样的 所以卫是什么 解脱卫嘛 那一看哦 书胜在理不在文字 功德从心不从声音 然后怎么样 诵经明理要怎样 就讲到他的作用 诵经你一定要明理 因为他书胜在理 你一定要 这个就是义理 那这个经就是法句 最早的经 结起起来叫做法句 法句经嘛 就是这个经里面有 这个法一句一句的 形成一部经 那也有可能 只是一个记而已 就是经就是 以法句为代表 那你也可能是 一部很大的经 很多很多的法句 那么诵经明理 要做什么 这个理要做什么用 静置身心 它就这个作用 那么你这个理没有 你要怎么样 以这个理来静置身心 没有 所以佛陀 佛陀 你全部都印哦 我印我一份就好了 那给大家看也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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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那么 没关系 那么 也给大家看也好 这里面有 等一下分给大家 再看 那么 静置身心 所以 所以 没关系 先发下去 没关系 等一下我讲 他们可以看 发 本来还不一定会讲到 但是可能这样发下去 可能就要把它稍微看一下 还可以 发一下 我是把那个托罗尼 跟那个奏的那种 资料稍微拿出来 然后看一下 看等一下 会不会讲得到 因为这里面有几个主要的奏 那我想说 有资料讲得比较清楚 没有 我还是可以讲 但是就是 可能没有办法 引得那么清楚 好 里面主要在讲到几个奏 准题奏 我们吃饭都念的 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这个奏是在念什么意思的 那如果我们不念 那没关系 如果要念 我们应该怎么念 那么往生奏 钥匙奏 大悲奏 就这四种 最主要的 我有跟你们讲过 就是我们常用的 那人缘奏 后来我们再来讲 人缘奏 后来再来讲 人缘奏的问题 又多一点点 大家有拿到 那先不要看没关系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讲 我还没 我本来用印 但是我的那个印不出来 陀螺明 我看在哪里 这有没有印这个 转不转平 这个又没有 没有 没有 没办法 一个人两份 对 一个是 一个是皱的 一个是托罗尼的 如果发下去 我就可以再讲三节 我看 好了没有 有没有 没有再去印 好 好 所以我们如果 因为我现在要纠正你的观念 就是说 大多数人认为 种子要专心送 自有灵业 我告诉你 所有的灵业都从心而有 最大的灵业 因为佛法不是讲神力 是讲什么 法力 对 你们现在都知道了 他不是讲神力 他就是讲法力 那法力是什么 最大的法力是什么力 就是心力 法都是从这个心 功德都是从这个心 最大的心的作用力 就是智慧 就是智慧 剥了力 一切 一切善法都从剥了身 一切恶法都从愚痴身 有没有 一切功德都从智慧身 所以智慧才能够 智慧才能够 无贪 无尘 无痴 无贪 无痴是三善根 生一切善法的根本 所以剥热是根本 是这样的 那你剥热一定是知一切法的 那一般来讲会认为 智慧它咒语本身有力量 这个声音本身有力量 佛法的力量都不是来自于 哪一个方位 哪一个时间 哪一个图腾 哪一个符号 我们现在会把图腾 就是这样的一个符号 或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这个万字形 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力量 这是一个图腾 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一个图腾 或是某一个符号 这也是一个符号 比如说像那个 像那个种植质 或是什么样 怎么样的这些 或者是哪一个手势 比如说手印 法轮也是 反正就是你会认为 如果你能够借由这个 借由这个引发你内心的智慧 启发你的智慧 如果这个可以启发 但力量不是在这个身上 经也是一样 它可以启发你的智慧 启发你的智慧 启发你的慈悲 启发你的精进 就这样 最大的是智慧跟慈悲 那么它就可以 由启发你的智慧心 慈悲心 精进心 等一下我们 记得里面有 人家再慢慢讲 那么由这个心 在升起什么 功德 升起力量 由这些来 那你不要认为就从这个来 如果这个图腾 这个符号 这个手势 这个声音 这个文字 声音或者是文字 它没有办法引发你的 这些主要是智慧跟慈悲 信进念定位 武力 那么 还有很多 可以讲很多 但是就是一般我们讲 就以智慧慈悲为主 大胜的 没有办法引发的话 那么这些也没有用 但是如果它可以引发的话 它就有用 但是不是这些的功德 是你的心 心产生出来的力量 其实是这样 好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换掉 把这个经换掉 换掉什么 咒也一样 因为我们诵经要明理 诵咒就不明理 有没有 你诵的咒 你哪里知道 这诵咒在诵什么 比如说我最常说的就是 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 欧妈你扮咒 六字大名咒 等一下跟大家讲 要诗咒也是可以 六字大名咒 欧妈你扮咒 那你就一直送 一直送 你不知道它的道理 它会不会有功德 也有 它有什么功德 有信 敬 念 定的功德 但没有会的功德 但是没有会 没有会 你前面这些功德 等同外道而已 它一定有信 敬 念 定的功德 你诵咒的时候 第一个 你相信它有功德 你一定要有信的功德 只是这个信 不是带证件的 没有般若相应的 不是名相应的 你很努力的送 一天送几万遍 然后你要送到几百万遍 它一样有精进 一样会让你产生精进的力量 那你这个念 你一样会专心歧念 专意歧念 你也可能因为送这个得定 因为心专注就会得定 但没有会 没有会 所以它不能造成你解脱 它不会解脱 佛陀曾经跟 不是 舍利佛 这个舍利佛曾经这样说 也是佛陀说的 说什么是在说法 什么是说法 假设这个人说出来的语言 能够让你调服贪嗔痴 这个就是法 所以说你能够借由他所说 你听到了之后 你能够调服你内心的贪嗔痴 贪嗔痴就生什么 戒定位嘛 所以佛法的总修行叫做什么 席面贪嗔痴 要怎么样 全修戒定位 其实就是这样嘛 这个图腾 这个符号 这个手势 这个声音 这个文字 如果能够让你调服贪嗔痴 它就是法 如果不行 它就单单只是图腾 文字身音 手势 就这样而已 它没有办法 它不是佛法 佛法就是你能够认识真理 能够觉悟 能够解脱的方法 能够离苦的方法 那么单单 因为苦从哪里来 苦从业来 因为从哪里来 从烦恼来 烦恼从哪里来 从无明来 无明是什么 无明就是不知道道理 不知道因果的道理 不知道善恶的道理 不知道这些道理 那么如果你持咒 是那种 用不知道道理的心 不用知道道理的心 去持咒 那个不是佛法的陀罗里 那个是外道咒 外道的明咒 所以 总一切法 持一切意 我们来看大教授的解释 那我们说 如果把它换成咒 如果把它换成咒 一样 送咒明里 你也要知道这个道理 然后要怎么样 知道这个道理 你一定有它的作用 一定是静置身心 让你的身口意 清静的 咒 是口业 但是借由这个咒语 你明白 你让你的身心清静 那基本上 就是三月清静 清静 清静是 你有智慧而生的境界 跟守得的境界 你要能够清静 什么叫清静 离珠烦恼 就是清静 没有烦恼 那么怎么样才能离之道 一定要有般若 所以 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 它里面就说到 托罗尼 一定从哪里生 从波尔的生 我看有没有 我在弄资料的时候 托罗尼一定从波尔的生 有 在第四页 托罗尼这边 第四页 最下面 卷五十七 宝塔较量瓶这边 倒数第一 一二三四 第四行 有没有 大智德论 我这个都是大智德论里面说的 第四页 托罗尼的这个 大智德论这一个 这有两份 然后第四页 第四页倒数 卷五十七这边 下面 有没有 它就说到 因为波罗经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波罗经 那么 波罗经最权威解释的就是 大智德论 所以我们都引大智德论来说明 一切三昧 一切禅定 一切托罗尼 一切从什么生 从波罗中生 波罗破名 对 所以你不要认为 哇 念咒不用知道它的意义 你念的不是佛教的托罗尼 你念的是外道的民咒 等一下来讲 外道的民咒就是 这个道理不用去明白 你就念这个咒 这个咒是 这个咒是这个神 师婆神 犯天神 什么神所宣说 他本身就有力量 是神赋予的力量 佛法没有这样 佛法的力量是启发你内在心的力量 心具有智慧慈悲的力量 这个才是佛法 那么外道的咒是 这个咒本身是 这个神赋予他力量在这里面 所以你只要诵对 诵这个咒 或是首饰对 或是图腾对 配在身上 你就有力量 没有 真正的力量都来自于什么 心 而且这个智慧的心 这个心一定是跟智慧慈悲相应的心 明相应的心 如果大圣的话 因为大圣才有托罗尼 阿罕 你不讲托罗尼的 大圣才有托罗尼 跟智慧相应的心 然后跟什么 跟慈悲相应的心 那为什么要有托罗尼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跟慈悲智慧相应的心 一定是这样 那如果把它念参成咒 也一样 颂咒要明理 尽至身心 那如果把它换成 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换 换成是佛的名号呢 现在也能量念佛也是这样 就只是念佛念佛念佛 然后念完了佛就会加持你 跟念咒加持你 只是这个咒是佛说的 从佛的心流露出来的 我告诉你 这样说不是佛法说的 那如果现在我们把它换成 颂咒也是要明理 那如果换成 不是颂经 不是颂经 这个是经是要解脱的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颂佛名号呢 现在我们念佛也是这样嘛 颂佛名号呢 如果把它换成 颂经都要明理 颂义也要明理 那如果换成颂佛的名号呢 它基本上也是要明理 但是这个礼里面 它包含了什么 它一定本愿跟功德 因为佛是一个果报 它是从菩萨到来的 那么菩萨要成佛 基本上都有愿 所以你看那个无量寿经 看那个药师经 都会讲佛的本愿 一定会讲这个 那么菩萨将要成佛的菩萨 一定也会讲他的本愿 比如说地藏经 比如说普门品 他一定会讲这个菩萨 他发怎么样的愿 他都是怎么修行 他一定会讲本愿功德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什么 送佛名号要怎么样 要念其本愿 这个佛你念 你念药师佛 你要知道药师佛 他是发了什么愿 那佛有这个愿 他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意愿修行 你知道他的本愿 他一定是意愿修行而成佛的嘛 所以要念其本愿 要知道什么 知其功德 这个佛有什么功德 然后要怎么样 要如佛修行 跟佛学习 你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那如果你是诵经诵咒 那你一定要诵经明理 然后念这个经念这个咒之后 你要怎么样 要进化自己的身心 好那比个例来讲 比如说 欧妈那巴美红 等一下这里也有举一个 坐立盘托切的 也很好用 有这个比较容易说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 比如说六支大明座 欧妈那巴美红 欧妈那巴美红是什么意思呢 莲花中的明珠 比如说莲花中的宝珠 或莲花中的明珠 莲花中的宝珠 我们都习惯量 莲花中的明珠 欧妈那巴美红 那么莲花中的明珠 是什么意思 莲花是什么意思 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 明珠 明珠就是模拟宝珠 模拟宝珠 莲花中的明珠 那么这个是在说明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个种词 它其实就是进化身心的 就我们讲进化身心 就是诵经明理或诵咒明理 不管是经还是咒 你要了解它的道理 然后要静置身心 调伏对自己的烦恼 静置身心 自己的身心 那么也可以讲静置身心 应该是静置身心 就进化自己的身心 静置身心 应该是静置身心 那么 对字或调字也可以 我们就写静置身心 那么你看 假设我们在念这个咒的时候 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念 假设你要念 你不念也可以 你就是这样一词这个意理就可以 那你要念这个咒就是种词 它在告诉你怎么道理 告诉你怎么修行 把修行的道理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方法 都谈过在这个咒语里面 其实是这样子的 把修行 我们修行的宗礼嘛 我们还记得经主要在三部分吗 有没有记得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理论 就是它的次第 修行的方法理论次第 我们讲修行方法理论次第都可以 修行的方法或修行的理论 或修行的次第 另外一个是什么 修行的功德 其实就主要是三部分 那个咒语基本上是种词 这个间就是法句嘛 你看哦 是不是法句 那这个法句一定 它在讲那个意理 所以修行的功德 那修行的功德一定是从 你如实修行而来的 那你知道这个修行的宗旨 那么比如说你要解脱道 要菩萨道 要人天道 那么你拥有这个修行的功德 它一定就是 你依照这个如实修行而来的 如实修行 或如法修行 或如说修行 如法修行 或者我们说如说修行 如所说的 经所说的 或这个法句 或这个咒 咒就是种词这个经义嘛 种词这些法句 种词这个法句 你如说修行 那么才得到这个功德 那这个如说修行 或如法 它就有这个方法理论次第 就是有这个次第 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二步要怎么做 好 那我们单单来看这个 《莲花庄》的民初也是一样 它是出乎你而不然 乌你是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这个梭婆世界 叫做卓士嘛 乌你就混卓嘛 很简单嘛 那我们是在 梭婆叫做卓士 叫做五卓二卓 我们现在在五卓二卓 容易什么 为五卓又那五卓 结卓 见卓 众生卓 烦恼卓 命卓 那么这五卓里面 最主要是什么卓 见卓 由见卓才形成 主要是见卓 知卓 就是无名 见卓就是 你有错误的观念 见卓 这个都是果报 结卓 众生卓 呼员卓 烦恼卓 窓 结卓 见卓 众生卓 烦恼卓 灯卓 这个是短命多病 就是寿命不长 这个是有种种的烦恼 那种种的烦恼 其实都是因为你无名而来的 無名 四名色列書處說愛取有 愛取有 主要是貪愛跟無名 那有種種的煩惱 種種的煩惱根本是因為你學見或你知見不對 那麼就會產生六道不同的善惡業 會形成不同的六道輪迴 三三道 三二道 然後會遭遇不同的果報 三災八難 然後會有這種 這一些基本上都是由見左 形成煩惱左 那煩惱左造成傑左 眾生左 命左 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在左視 你怎麼能夠不左呢 怎麼能夠不左 所以他告訴你 你要向蓮花學習 蓮花出污泥而不然 你在五著二世 你也要 在五著二世 別人有煩惱 你不會受他影響 你自己本身不起煩惱 別人有煩惱 你不受他影響 那蓮花是怎麼樣做到出乎你又不然的呢 他奈以結果嘛 他的分子很細 他的分子很細 煩惱都比他大 煩惱不能附著太大 如果依科學來講 那麼依佛法來講 你的心很細 所以要從覺察你的心開始 你的心很細 煩惱一來你就知道了 你家裡垃圾那個太臭了 你一知道你就把它清出去啊 你會讓它放很久嗎 不會 你會在垃圾很臭 你聞不到味道嗎 不會 那你聞不到就表示你心很粗啦 你忽略啦 那你垃圾在那邊 那麼大你看不到就表示你心粗啦 粗心啊 大意啊 那你養成覺察的心 煩惱那麼大 你怎麼會看不見 這個人煩惱那麼餓 講話那麼難聽 行為那麼粗魯 你怎麼還會去靠近 那個垃圾那麼髒那麼臭 你怎麼還會坐在垃圾旁邊 那麼漂亮的衣服就在垃圾上面坐下去 你會不會 不會 為什麼 你看到啦 所以你會遠離這一些不好的 惡的 臭的 惡暈 惡緣 惡夜 第一個你不會讓自己變髒 第二個一個很髒的人靠近你啊 很臭的人靠近你啊 你會盡量遠離 就是不能遠離 你也會盡量保持距離 一定是這樣子的嘛 對不對 好 那你把這個當成煩惱就好 一個煩惱的人陷起啦 我們不知道遠離 我們還跟他計較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後來就靠在一起 抱在一起啦 有沒有 是不是 後來就變成他的煩惱就是你的煩惱啦 他的臭跟你的臭就合在一起啦 是不是 你罵我 我罵你 我又不是吃素的 我是出事的 一般人世界也是這麼講啦 我又不是紙紮的 我又不是塑膠的 現在換錢說 常常都我不是吃素的 我不是塑膠的嘛 現在的人都這樣講啦 我又不是紙紮的 對不對 後來就怎麼樣 本來只有他有稱心 你聽聽聽 你也起稱心啊 有沒有 本來只有貪心 大家都拿 大家都拿 但是你本來不拿的 後來看大家都拿 大家都拿了 我不拿 也白不拿 有沒有 又起貪了 一樣啊 像那個去 我就記得 我就記得我們去那個 以前流行那個吃到飽的 有沒有 本來是不貪的 吃飽就好了 有的吃就好 就看大家一樣都花五百塊錢 人家吃那麼多 我吃那麼少 這樣我滑不來 對不對 我吃虧 本來不貪的喔 本來不會 可是看大家都這樣做 大家都老本 我也要老本啊 有的更離譜 有的更離譜 因為不吃白不吃嘛 吃到吐 再去吐出來 再回來再吃 他覺得賺到了 你賺到什麼 賺到痛苦啊 以前我也這樣耶 本來 那個吃到飽的 本來覺得 反正就給你吃到飽嘛 現在不是要吃到吐 吃到撐 吃到很難過 就覺得 哇 我賺到錢 你賺到難過啊 可是那個貪是怎麼來的 影響來的 本來我不會啊 如果大家都沒有貪 大家都拿吃到就好 你也不會 現在大家都這樣 我不吃多一點 好像我吃虧 有沒有 這個就是什麼影響 那你罵我 本來只有他稱心 他有 如果把稱心當成 當成是髒的臭的 本來只有他髒他臭 可是 怎麼可以只有你這麼髒 你這麼臭 我也可以這麼臭 這麼髒 你罵我來罵 對不對 我又不是沒脾氣的 我又不是沒煩惱的 我又不是吃素的 我們都很多吃素 我又不是塑膠的 我又不是紙紮的 對不對 我們就這樣 就跟著也起稱先了 好 那個是不是就是受到煩惱的 你如果唸這個 我要像蓮花出汙泥而不來 現在這個是汙泥 第一個 汙泥在哪裡 汙泥的境界是什麼 我現在處在這個 每一個人講話都這麼衝 每一個人都這麼貪 每一個人都這麼煩惱 你要 心要細 像奈米結構的心那麼細 煩惱那麼大 覆不上我 除非很細的煩惱沒有發覺 可是那麼大的煩惱 我怎麼會看不見 那麼大的稱心 我怎麼會看不見 你看 你一定看見的嘛 但是你看見是看見 你沒有遠離他 你還跟他抱在一起 還跟他比大小 有沒有 真的 你有脾氣 我沒有脾氣是嗎 你有稱心 我沒有稱心是嗎 為什麼我一定要忍耐你 不用忍耐我 是不是 你看見大便 怎樣 你錯 我也可以製造大便 為什麼只要我要遠離你 你不用遠離我 來啊 看比誰錯啊 有沒有 這個就是 你如果念 你就產生這種絕招性 我要像蓮花一樣 汙泥歸他汙泥 我從汙泥中 我在這麼多 解鎖 見鎖 煩惱鎖 眾生鎖 當中 我不鎖 這個就是常常保持自己絕招的心 我媽的幫忙 而且那個心 明珠就是你的心 這顆魔力寶珠丟到廁所裡面 它的價值不變 它的光明不變 你只要把那個灰塵弄掉 它一樣 同樣的價值 同樣的光明 它不會因為掉到 這個心不會因為掉到煩惱裡面 它心的作用就沒有了 它心的光明就沒有了 但是你要把那個 把那個上面的灰塵去掉 所以 你要常常裡面 就是告訴自己 警覺 覺察的心 覺躁的心 才會產生什麼心 覺悟的心 是不是這樣 這上次好像有跟大家講過啊 你一定要先覺察 煩惱在哪裡 誰有煩惱 然後我不要受太影響 第一個 讓自己不起煩惱 第二個 讓自己不受有煩惱的人影響 蓮花本身是親親的 但是我們沒辦法 我們在汙泥中生長出來 你怎麼樣讓自己不受煩惱的影響 我要像蓮花一樣出汙泥而不來 我的心要像魔女寶珠一樣 時常放光明 即使我處在汙泥之內 我這個魔女寶珠的價值也不變 你原來有自己的價值啊 你學佛的人有自己的價值啊 我修慈悲 我修忍入 我修清淨 我念佛 念法 念身 我跟念餐 念吃的人不一樣 我這個是魔女寶珠 跟那個石頭 跟那一些鐵礦銅礦不一樣 你有沒有這種自我的價值認定 有沒有 如果有你就會保護 人家拿石頭去丟 去打小鳥 大家都在打喔 要打 你把你的魔女寶珠拿出來打小鳥 沒有意義 是不是 人家只拿那個石頭 它那個沒價值的嘛 可是你現在學佛學到現在 你的心已經轉成有價值了 你還一樣跟人家拿那個去丟 他本來就煩惱 他本來就在三二道輪迴 六道輪迴的眾生 我們不是 我們是要出輪迴 要離苦的 我們是普及心的 所以這個 就算你原來是一塊 一塊銅鐵 你現在已經鍍金了 你的價值跟 那個原來的銅跟鐵不一樣 而且你這個鍍金的銅或鐵 還是做一個佛陀的形象在那裡 它又更有價值了 你怎麼可以跟那一些 那一些一般的銅 爛銅爛鐵一樣丟在那邊呢 不需要 但是你想辦法影響它 讓這個銅也鍍金 讓這個銅也變成一個銅像 銅的佛像 這個是你的任務 而不是你把你自己已經鍍金的佛像 銅像 那麼 打爛打壞 跟那些爛銅爛鐵一樣 不需要 那你有這個體認 就叫做 這個是時常 因為我們就存在這五卓二世 我們要處於 要讓自己 要讓自己的身口 處在卓世 像蓮花一樣 不汙染 讓自己的心 常常有警覺 像魔理寶珠一樣 沒有灰塵的時常放光明 什麼 魔理寶珠像鏡子一樣嗎 你什麼來 青黃赤白來 他就像青黃赤白 青黃赤白離開了 他恢復原來的親近 他也不是不知道 什麼境界來 他都能夠知道映現什麼境界 可是什麼境界走了 他都不會留存在內心裡面 有沒有 是啊 那你這個就叫做 你如果真的能夠這樣持 你就用這幾個字 來讓自己的身 一樣 是身口意清淨嘛 有沒有 靜置身心的嘛 一樣是這樣啊 你這個業靜置身心 淨化自己的身心 那麼 你這個咒就有很大的功德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你只是 你頂多只是信經念定 沒有那個會 你頂多就是念到專注 念到肚子可以自己跳 念到筋可以自己翻 念到那個窗戶有法輪 然後呢 然後你還是有煩惱 然後你還是輪迴 因為窗戶有法輪 你的心沒有法輪 鬥子會跳 你的煩惱也跟著跳 你的貪愛也跟著跳 你的魚吃也跟著跳 有什麼意義 外道也有啊 外道也有神通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 所以你不要認為佛教的咒 很多人都說佛教的咒 不要知道它的道理 專心念自然有它的功德 沒有 有功德是有 沒有沒有智慧的功德 你這些意義都 就是外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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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真正的慈作就是這樣慈 你知了它的意義 知道它從心 你怎麼樣去覺察這個心 怎麼樣保護這個心 怎麼樣增長這個心的功德 讓它發揮到極致 慈到 慈到 你的慈悲跟智慧 不管面到什麼境界 都由然 像 像七無保打 從地湧出一樣 一切慈悲智慧 見到一切眾生 一切境界 都從心自然湧出 這個就是成就了 而不是 你遲的時候 諸佛菩薩 功德都灌到我這邊來 沒有 它不是外附的 功德不是由外附在裡面的 佛菩薩加持你的 不是 是從你的心地湧出的 你看法伐經 七佛寶塔湧出品 有沒有 它送法伐經 為什麼七佛寶塔會從地湧出 七佛寶塔是什麼 是你內在的那些功德 從你的內心 因為 華華心要講什麼 一切眾生皆能成佛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當你的佛性被啟發 就是那個覺性 佛性就是覺性嘛 你的佛性被啟發 啟發到圓滿的時候 慈悲跟智慧 從你的心地 那個地就是心地 從你的心地自然湧出 自然湧出 看起來就是一個七佛寶塔 這是形容啊 高嘛 莊嚴嘛 好 所以這個是佛法的道理 如果你不知道 唸歐摩尼巴尾 就想像佛加持你 沒有 沒有這種東西 當然你唸專注還是有力量 但是這種頂多 頂多最多就是性禁念定位 沒有波勒 你看一切佛羅尼門也一樣 都是波勒產生的 一切痛苦從愚痴生 不從什麼 智慧生 上個禮拜講的嗎 是不是 你不要那麼快就忘掉了 所以你看 一切功德都是從智慧生 智慧是心有智慧 明白 道理 知道 次第 那麼你才具有這樣的功德 這個是 一般我們念咒 都沒有 那每一個咒都可以這樣來解釋 我們後面會解釋 我們比較常用的幾個咒 那麼你如果真的要念 那麼你念的時候 念的時候 你之前你要先知道這個道理 念的時候就專心念 但是你之前就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念 就要這樣念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念 我就知道 這個人罵我了 我 煩惱在這裡 懶惡在這裡 不禁在這裡 沾湊在這裡 我不要跟他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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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的朋友 我是蓮花 他是汙泥 我 我汙泥雖然在蓮花 蓮花雖然在汙泥裡面 但是 蓮花不受汙泥的染灰 這個世間有種種種種種的 種種的汙染 你要蓮花在汙泥裡面 無濁惡事裡面 濁惡你不受這個濁惡的影響 保持你本身的清淨 堅持你自身的價值 明珠嗎 你有什麼價值 學佛的人的價值 跟不學佛的人不一樣 發菩提心的人的價值 跟不發菩提心的不一樣 你要堅持你佛法的價值 保持你自身的清淨 如果你沒有 你就是念了就覺得 這個佛 這個是從佛的心流露出來 當然佛心就是覺悟的心 其實就是你覺悟的心 但是一般你不會知道 佛會加持你 你念了越多 你功德都積越多 而且還可以分給別人 我告訴你不是這樣 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是婆羅門神座的概念 不是大聖陀羅尼的觀念 那這下一點的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你把 你把奧馬尼巴美宏 像我前面有一個咒也是 把奧馬尼巴美宏 做成一個 做成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咒語佩戴在身上 他就保護你 真正保護你的 不是那個咒語本身 是你的什麼 你的心 的清靜心保護你 你清靜的心 你的智慧的心 你慈悲的心 在保護你 不是那個咒語在保護你 我們講大悲咒 不是觀音菩薩 你念大悲咒 觀音菩薩聽到大悲咒 這個是我發的音 我趕快來救你 沒有 不是這樣 是那個大悲咒 真的能夠保護你 是因為你的大悲心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這裡面影的裡面也有 這個先把陀羅尼講 我們再來講 我們平常念的咒 都是在念些什麼 那麼我們現在如果要繼續念 我們要用什麼心來念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有智慧的來念咒 不是愚痴的念咒 念了咒 所以有很多人 我常常看見就是這樣 念大悲咒 然後有些人被鬼附身 然後他就念大悲咒 要把那個鬼打掉 念得很大聲 念得很大聲很快 好像機關槍 你趕快推出去 你趕快死到旁邊去 你對這個被鬼附身的人 是有慈悲 但是對那個鬼 你的稱恨心可大 你念的事不是大悲咒 你念的時候 是一直要把那個鬼打出去 讓他萬節不能超生的 你那個是稱恨咒 大稱恨咒 你的心啊 看你的心啊 所以我常看見的就是這樣 那你還是有力量喔 專注就有力量 專注就有力量 但是你這個力量 你這個力量 你要幫助這個人 當傷害那個鬼 他同時照善業跟惡業 但是你會看到你的惡心不斷增長 善心呢 其實增長不了多少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一個過患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那下一點 差一點的就變成 用成那個什麼 皺牌 佩戴 還有一種就是 比如說我們說嘛 就做成法輪嘛 那你就這樣轉這樣轉這樣轉 那你就會得清淨 我告訴你 你就是把 如果你心裡面 這個手勢 如果沒有辦法啟發你的覺悟 讓你更愚痴了 你這樣轉有什麼功德 有轉法人的功德嗎 沒有 你只有手痠的功德 你這樣練 你有什麼功德 我告訴你 你有嘴痠的功德 功德就是作用 功德就是作用 八功德水就是八種 水的八種作用 你專注了 當然你的心也可以專注 但是 這個專注產生不了智慧 沒有辦法解決真正的問題 反而會造成什麼 更大的問題 他有後遺症 所以我們講皺有後遺症 就是因為來自於 你沒有智慧的持皺 那原來 阿韓經上一堂課我們講過 阿韓經是不講皺的 聲文裡面沒有皺 那大聖佛法也不講皺 他講什麼 陀羅尼 陀羅尼跟皺不一樣 好 一般就是 陀羅尼跟皺的最大不一樣就是 陀羅尼是 持一切意 是要了解道理的 不是不了解道理的 後來我們念的皺變成 變成外道的名皺啦 反正就念也不了解道理 這個皺 你如果仔細看那些皺語有什麼功德 你會發現差不多差不多一樣 那你就念一個就好啊 你那麼多做什麼 都可以啊 都可以消災啦 解難啦 炎壽啦 往生禁毒啦 都可以啊 那你念那麼多做什麼 就好像你這個藥就具足一切的營養 那你吃那麼多種幹什麼 這個番茄也有胡蘿蔔的營養 胡蘿蔔也有番茄的營養 吃一種就好不用每個吃啊 但是真的會有嗎 沒有 沒有 好 那先來看這個 先來看這個 托羅尼 這裡不知道有沒有 這裡沒有 沒關係 我先來看這個大字都有點多 應該沒有 他說 什麼叫做陀羅尼 什麼叫做陀羅尼 這個不曉得有沒有 我先看講義有沒有 擦掉擦掉 都擦掉 什麼叫做陀羅尼 就對了 喔 好 很特別 來吧 就好 喔 你 你 會 這裡沒有 沒關係 大智論裡面 我這裡沒有引到 他說什麼叫做陀羅尼 卷 智論卷 陀羅尼 琴言 這個琴是搖琴 因為九門羅斯翻譯的時候是搖琴 所以就是當時的話 能遲或能遮 我們剛才講的總一切法 遲一切一 那是一種 常見的 它有兩種 一個叫能遲 能遮 基本上就叫做總遲 我們叫總一切法 遲一切一 也叫做總遲 能遲的 就兩種 能遲 我們現在來看陀羅尼跟奏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會把它混在一起 其實是不一樣的 往生進途 陀羅尼就變成往生奏 就變成結合了 那奏是不用懂道理的 陀羅尼是要懂道理的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差別 陀羅尼是有智慧的 懂道理 其實它就是文師修正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四種陀羅尼其實就是智慧 智慧的修行次第 叫做文師修正 很多人不知道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 他說 情言 忍恥或忍遮 忍恥 什麼是忍恥呢 集種種善法 集 這也就是諸若莫座 眾善奉行 集種種善法 人辭令不善不失 那麼能遮著 那麼能遮著 惡不善更新生 假設你起煩惱 假設你起煩惱 就是剛才我們在說 假設你講煩惱 你馬上知道 這個煩惱 這個很臭 你身上 你身上有鳥大便 很臭又很難看 趕快去把它洗掉 馬上就把它洗掉 越臭要越快洗 越髒要越快洗 因為有愛觀瞻 人家也討厭你 聞得到 所以趕快洗掉 一樣 內心有煩惱 也是這樣 那麼這個就是陀羅尼 其實他就是這樣 惡不善更 生 不善更 心生 就是你起惡了 這個心生惡 惡不善更 三不善更就是談成詞 三不善更 就是起煩惱了啦 這簡單就是這樣 你心起煩惱了 你馬上覺察 這個就是陀羅尼的作用 因為陀羅尼 他主要不忘不思 不疑不悔 這好像這裡有 我看看 不忘不思不疑不悔 我看在哪裡 沒看到 沒看到 我看到再來講 好 三不善更 三不善更就是談成詞 你起煩惱了 這個是一切煩惱的總稱 一切惡法的總稱 都談成詞 都是由吃來 一切苦 皆由於吃生 不由智慧生 所以 你要知道 於吃是自己的心於吃 不明事理 不明事理 不明經意 不明法意 不知法意 所以千萬不要說 不用去懂道理 專心送 送幾百萬遍 就有他的功德 有 他是有作用 但不是佛法 要教你的作用 這個一定要知道 好 所以他說 能遮著 惡不善更心生 能怎麼樣 惡不善更心生 這個不善更就是 三不善更 能貪生吃 那麼 能遮令不生 遮就是遮止 遮止 遮盡 他已經生起來了 他要生起來了 讓他不生 他已經生起來了 讓他不蓄生 讓他脆掉 能遮令不生 其實就是這樣 若欲作惡 辭令不作 那麼 你沒有辦法讓他生 讓他不生 你不能不起煩惱 但是 你不去造作惡業 若 欲作 假設你的煩惱起來了 你很生氣 你聽這個人講話 這麼刻薄 你很生氣 你沒有辦法不生氣 你想打他 想罵他 想try他 好 假設 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 因為你常常意念佛法 佛說不可以 我說惡業有惡報 我已經發過怨 我要像蓮花一樣 作惡 我要像蓮花一樣 我要像蓮花一樣 那你那個心就開始 你有沒有怎麼樣 若欲作惡罪 假設你的煩惱已經要讓你造作惡業了 要打人要罵人 他們 辭令不做 這個就是陀羅尼 那你們在念咒的時候有沒有這樣 沒有 那個不是 那個是外道咒 所以你一直以為你要念佛的心咒 你念那個叫做神咒 神的咒 不是佛 佛的陀羅尼 真的叫做神咒 這是外道鬼神的咒 這是外道鬼神的咒 現在要把它換過來 那所以這個是 好 那大字盾裡面講到四種陀羅尼 大字盾裡面講到四種陀羅尼 我們寫在這裡 四種陀羅尼 好 這裡就有了 他說陀羅尼 其實有無量陀羅尼 陀羅尼有無量陀羅尼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波羅經裡面更多 就非常非常多 但是基本上他講到四種陀羅尼 對於切法 不移 不思 不忘不思 以切法不忘 佛法 基督是佛法 不忘不思 不忘 不思 不移 就明白就不移 不悔 你看到這個 你看到這個會想到什麼 聖者的境界 解脫者的境界 有沒有 解脫者的境界有三個 怎麼知道這個人 有解脫沒解脫 怎麼知道這個人 在佛法他有得利不得利 從哪一個判斷 解脫者的境界你們知道嗎 這個真正法有入心的人 他會外表上 在行為上他會有什麼 跟凡夫不一樣的 一個多聞的聖地神 或智慧的佛地子 跟一個愚痴的凡夫 從外表上怎麼判斷 他就是三個 你看一樣 其實就是讓你養成這樣的習慣 你看解脫者 解脫者的三種境界 解脫者的三種境界 三種風範 解脫者的一個 不忘不失 你看就是托羅尼的 第二個是什麼 不疑不惑 對於所知道的道理 對於所聽聞的佛法 不忘不失 托羅尼最重要是這個作用 但不只是這個作用 就是第一個作用而已 等下講四種托羅尼 等下再講 先把這個 不疑不惑 這個是法 一般我們叫正念 有沒有 阿安靜叫正念正知 有沒有 念所聞的法 不忘不失 知所念的法 明白 就是法句義嘛 你看 通的 都通的 道理都是一樣的 只是他用的名相不一樣 另外一個是什麼 不憂不悔 對一切境界 然後甚至對 對未來的不會憂 對過去的不會悔 對一切境界不會產生憂悔 因為他經常保持在這個狀態 你看 托羅尼 不忘 不失 不疑 不悔 你看是不是一樣 一樣 好 來看喔 其實他就是 托羅尼是要培養你 文法之後 文 師 修正 那種法律 不是你念念念念到幾百萬遍 跟這些鬼神相應有神力 不是這樣子的 那真正的法律 我們說過就是 你發現 不管遇到好人 不好的人 好事 不好的事 你的智慧跟慈悲 都自然湧出 由然而生 你以前看到這個人很討厭 你承認心嫌棄心 現在這個人一樣那麼討厭 但是你帶了一點憐憫心 這個人很可憐 這麼久了 他還是這樣沒改變 以後他會受很多的苦 那麼如果我有能力 我可以改變他 如果我沒有能力 我發願 我要趕快養成這種能力 好來改變這樣的人 那個就不一樣了 那你看到這些好事 你不要 有一些人看到好事 那什麼了不起 我是不做我也會 現在不會 就是會嫉妒 或是會眼紅人家的成就 現在不會 現在會覺得 如果我可以像他這樣 也很好 可以利益那麼多人 我可以做那麼多好事 那現在做不到 好 我發願 我要像他一樣 我要跟他學習 我以後有一天 也能夠跟他一樣 那麼看到比你不如的人 希望他有一天 也可以跟我一樣 那麼我怎麼樣讓他 也可以跟我一樣 我布施嘛 愛與利心同生 如果我做不到 那麼我現在趕快培養這種能力 這個是普提心啊 是不是 不是 看到比你好的人 你希望也能像他那麼好 看到比你不好的人 你希望他可以跟你一樣好 你看他也可以這樣明白事理 也可以知道 啊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法 他也能夠明白 他也能夠得到佛法的真實力 你看那如果沒有 你看到比你好的人 你就忌妒 看到比你不好的人 你就輕視 都在起煩惱 可是 不管看到好不好的 你都有慈悲 有智慧 知道這個是好 這個是不好 這個不好 我們怎麼改變他 讓他變好 看到別人的不好 看到自己的不好 看到自己的好 看到別人的好 你都有慈悲跟智慧 這個就是這樣練的 當然一般沒有辦法 一開始都這樣 但是碩碩練 碩碩思維 那麼你不斷練不斷練 練久 久練就成鋼 一塊鐵 練到最後也變鋼 而且這個鋼 現出來的還是一尊佛 摔不壞 打不破 那麼這個力量就來了 有光他就折射光 沒有光他自己也放光 我告訴你真的就是這樣 佛法就是這樣修的 但是你要懂道理 你不懂道理就不是 你沒有用火練過 沒有用般若 般若的火練過 你就一直是鐵 遇到水會生鏽 放在空氣久也生鏽 真的是這樣 久了久了那塊鐵 就變成鐵鏽 你沒有辦法變成 本來還有一個佛的形 慢慢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陀羅尼有四種陀羅尼 我們看 用這個 這個裡面就有 但是我這裡面好像沒有講 好 這裡面有講到嗎 我看這個裡面 我先看看有沒有 沒有 這裡沒有 這裡沒有 文池 陀羅尼 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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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大概大制度論劍武 劍武裡面有講到 陀羅尼有多種 他講到第一個叫做文池陀羅尼 文池陀羅尼 第二個叫做分別之陀羅尼 第二個叫做分別之陀羅尼 第三個叫做錄音森陀羅尼 第四個就是十項陀羅尼 錄音森陀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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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是十項陀羅尼 但是這個劍武只講這三個了 錄音森陀羅尼 然後還有一個十項陀羅尼 資料太多人找就是這樣 用這個好 這個是卷武的 卷武是講這三種 然後這個是卷武 這等一下要花那個 不要花這裡 這三個是卷武的 大制度論卷武的 然後卷八十 你們回去再來自己找 卷八十五 卷八十五 有兩種陀羅尼 一種叫做十項陀羅尼 一種叫做行文詞陀羅尼 十項跟文詞 文詞就是這種 他這兩種文詞包含這三種 卷八十五有十項跟文詞 他的文詞其實是包含這三種 都把它叫做文詞 他說他的文詞是 讀誦修習常意念 一寫出來給大家知道 告訴大家我這麼說的 我這麼說的出處 我是把它會歸的 你們回去再自己看 看完了之後把它貫通會歸的 那麼基本上 所以我們就講 就有這四種陀羅尼 那你看這個四種陀羅尼 文詞 什麼是文詞 文詞這裡就有了 給你的講義就有了 第幾頁 第一頁就有了 這裡也有分別之錄音聲 有有有有 大之論劍我這裡有 我也沒有 我們來看 既然有我們就來看 他說菩薩德 這裡講義有沒有 這裡有 我也沒有 他說菩薩德陀羅尼利固 所以常常說這個咒能夠降魔 他怎麼降的 我們會誤會 就是這個咒語 本身是佛的心力加持的 所以他能夠降魔 不對 他降魔的到底在哪裡 不管什麼咒 你看喔 真正的魔是什麼魔 對 煩惱魔 魔有四種 知道嗎 魔有四魔 哪四魔 五陰魔 所以這個 比如說 任意經裡面的五十陰魔 五陰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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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麼 煩惱魔 魔就是障礙 五陰魔 煩惱魔 另外一個是死魔 你死了你就障礙不能再修道了 煩惱也讓你不能修道嘛 這五陰身心 他有一定的苦 他也會障礙 另外一個是天子魔 那麼真正的咒 就是陀羅尼 應該講陀羅尼 陀羅尼能夠降魔 主要的就是 因為能夠降服煩惱魔 煩惱是一切的根源 那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 現在有講義可以看 他說 一切魔王魔明 魔忍無人能動 無人破 因為你 陀羅尼你有這種不忘不失 不疑不惑 不憂不悔 所以 一切魔王魔明不能動你 這個人正來罵你的時候 你心意念正法 你不受他干擾 不管他 他現在是煩惱魔的代表 是魔王的代表 能夠動你的都叫做魔了 能夠讓你煩惱動的都叫做魔了 能夠讓你不能修道的都叫做魔了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 所以魔王並不是說從天上來怎樣 不是 當你自己起煩惱的時候 你就是魔王 當哪一個人讓你起煩惱的時候 那個人就是魔王 其實是這樣 那越能夠讓你起煩惱的 越厲害的 那個力量就越大 魔子 魔孫 其實不一定是 你看不見的那些妖魔鬼怪不是 都是你現前的這些境界 讓你障礙你修道的 好 所以 他說凡人口吹不能另動 那你看我們常常都是 別人一句話 我們就暴跳如臉 我們就動得很厲害了 六種震動 比佛的那種六種震動還厲害 越動越厲害 動到目不可益 目法衝關 血脈噴髒 就是這樣 那怎麼來的 但是你如果意念佛法就不會 因為你意念的是他跟你說的話 不是佛跟你說的話 就在這裡 你受辭的是他跟你講的道理 你仔細去思考你怎麼可以這麼講我 你怎麼可以講話這麼刻薄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 你越想越氣 是怎麼來的 思維來的 那你怎麼不去思維佛法呢 你思維佛法絕對不會越想越氣 佛怎麼這樣講 我怎麼可以這樣講 不會 因為佛講的是道理 他講的那個是無明的煩惱 所以你跟煩惱相應 還是跟佛說的法相應 是跟魚吃無吻 魚吃無吻凡夫的話相應 還是跟智慧多吻的佛法相應 就看你會不會起煩惱 那陀羅尼就是 你看嘛 慈令不思嗎 仁慈仁慈嗎 它的道理就在這裡嘛 仁慈佛所說的話 仁慈慈讓你起煩惱的話 這個才叫做陀羅尼 那你送這個時候有這種功用嗎 沒有 那個不是 那個是外道咒 不是佛教的陀羅尼 記得 好 那所以你看 一名文詞陀羅尼 德式陀羅尼者 一卻以言諸法 而守文者 那你聽了那麼多佛法 那麼你記住了些什麼 那他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產生了什麼功用 就好像你平常吃些什麼 那他對你的健康 對你的生命 有什麼幫助 一樣嘛 一樣 所以 這個叫做文詞陀羅尼 還有一個叫做分別之陀羅尼 你看 德式陀羅尼者 諸眾生諸法 大小豪醜 分別之 你也知道啊 你不是不知道嗎 不是 無分別不是說什麼都不知道 不是他知道 他沒有因為這些分別而起煩惱 叫做虛妄分別 你不要把無分別當成什麼都不管 什麼都不知道 不是佛也知道誰是捨立佛 誰是提伯達多 也知道捨立佛是聖者 提伯達多是煩惱煩夫 事情知道要交代捨立佛去做 不會交代提伯達多去做 你說他有分別心嗎 當然有 可是這個分別心是智慧的 他不是那一種 都沒關係我無分別 反正兩個都一樣 聖者仿佛都一樣 善惡都一樣 不對 不一樣 這個叫做愚痴 這個不叫做無分別 這個叫做不知道分別 真正的無分別是 你知道這個是善這個是惡 但是對善跟惡 你都一樣慈悲跟慈慰 由然而生 這個才是 就是不會因為善你就貪 不會因為惡你就撐 基本上是這樣的 所以佛陀曾經跟阿難講 他對提伯達多跟貴羅侯羅 一個是他兒子 一個是平常經常要跟他挑戰 而且要傷害他的人 同等的慈悲 確實是這樣 只是他不聽我的話 我跟他的姻緣不到 幫助不了他 能幫得有限 羅侯羅跟我的姻緣 他會聽我的話 我比較幫得了他 是這樣 差別在這裡而已 但是要利益他的心是同等的 這個叫做無分別 而不是誰是羅侯羅 誰有善根誰沒善根 誰有智慧誰沒有智慧 他都不分別 不是這樣 很多人誤會 好 就往底下看 所以你看 這個如記說 諸相馬金 目時諸依 男女舉水種種不同 諸名義貴賤禮書 得此總辭 稀能分別 總辭 總於切法 基本上就是這裡來的 那你會發現到 等一下我們把這個念完 我們再來看 還有錄音生托洛尼 你看這個就教我們怎麼修行 其實這個就是行 你看他基本上是這樣的 這個是文 文法 對於佛法 文 這個呢 師 這個呢 修 你看 這個叫什麼 正 智慧的四個層次 就是文師修正 你看 是不是 就是陀螺尼其實 為什麼 剛才不是講嗎 陀螺尼從哪裡生 從波勒的身 你怎麼得陀螺尼的 不離開 你怎麼得陀螺尼的 不離開 文師修正 那你不要 就是奏那邊一直詞 比如說 你認為 往生奏 我念了三十萬變成往生 我告訴你 這個我們後面再來講 不是這樣的道理 你這個念 大明奏 大明奏就是大智慧 大明奏 最殊的大明奏 最殊的大明奏 不是 殊聖在那個理 你不明是理 不明義理 不知道理 你怎麼樣也殊聖不了 這個很重要 那他本來我們都會 受到 其實我們就是受到 這個婆羅門的影響 跟沙門一些影響 就會認為 就会认为 这个废头天起 这个祭祀万人 咒一万人 现在咒一万人很流行 念了一个咒就万人了 念了这个咒功德就争几倍 几千倍几万倍 后面加个什么咒 你诵经的功德就多几倍 这样说都不是佛法 都不是佛法 佛法绝对不这样说 所以我们再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修 这个陀罗尼录音声 到底怎么修 这个对我们就很实用 菩萨得此陀罗尼者 就是他会闻这个佛说的法 所以你要记的是 佛告诉你什么道理 告诉了你什么话 不是要记 谁常常在背后讲我 谁常常说我怎么样 谁说我怎么样 你都是记这个 你要送的是佛告诉你 怎么解脱 怎么调腹烦恼的经 不是天天在送那一本 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不是送那一本 天天念天天念 越念 越念 烦恼越重 那佛法该念的你不念 佛法都是在怎么念呢 在大殿念念完就忘了 从来没有带回家过 偶偶想起来 也很快就忘记 那一些 闲言闲语 恶言恶语 常常想起来 不容易忘记 那痛苦是你自找的啊 你怪谁 真的 我以前也这样 后来 学着佛法慢慢知道 原来是这样 本来不知道 知道了还真的吓一跳 赶快改过来 大家都这样 我看来很多佛教徒也是这样 真的 都是在跟自己计较 比谁的烦恼重 你有脾气 我没脾气是吗 真的 我看过非常多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我到底是欠你多少 你现在说清楚 我还你一次就好了 越讲越生气 佛法的道理都没在记忆 烦恼 佛法就是在解决烦恼 调伏烦恼的 学那么多佛法 都用佛法让别人起烦恼 有些人更烦恼 故意去伤害别人 我是让你修忍辱 你知不知道 遇到这种人 遇到这种人 你也不要跟他计较 因为他用佛法来让别人起烦恼 这种未来 他在佛法理解这一部分 会有障碍 别人读很快就读懂 他怎么读会读不懂 因为佛法是来解决自己的障碍的 他却解决自己烦恼的 他却用佛法让别人起烦恼 专门跟人讲佛法的道理 要别人做到 自己都做不到 那么这种以后 他在读佛法这样 明显他读佛法里不能录 意里不能录 他的法句有背起来 有 他很不会讲 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他自己没有修 这个没有 没有修 没有修 没修的话 后来这些他都知道 但是没有作用 所以久而久之 你不要看这样 下辈子他听 他听 他也知道 但是他就是听不懂 这种障碍怎么来的 你过去生自己 自己障碍来的 你就在佛法这一边 每次加个加个障碍之秩序 因为佛法从来不是你在用的 从来不是你在用的 所以你对那个义里 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不为手动 照理讲 佛法录你的心 应该要录你的心 你要有那个理 录那个心 那个心就会产生作用 现在这个理 就好像 你用那个水泥封起来 那个水灌灌灌再多 你一次封一次水泥 一次封一次水泥 水泥越封越厚 就淹大水 淹不到你那里去 就是所有的佛法 很多佛来说法的 你还是不为所动 所以你看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 即使提伯达多 旁边的人都是圣弟子 他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 他的弟弟是多文第一的 阿难就是得文齿陀罗尼 但是他的法还没完全入心 阿难是得文齿陀罗尼的 他是他的分别字还没那么厉害 但是他所有的法他都记起来 他是得文齿陀罗尼的 但是单单得文齿陀罗尼 你这个思考 如理思维没有 还是不容易 你看那个周立盘托罗尼 他没有得 他也叫做得文齿陀罗尼 但是他的文齿跟阿难的文齿不一样 他是记忆法 就能够通一切法 所以这个分别字 他还不强 但是他已经有了 所以他正出国 路因声就是一样有 但是他没那么厉害 像舍利无目见人 这部分就比较厉害 那我们也一样 我们的佛法是拿来修的 我们的佛法是拿来 我们自己修行的 不是拿来修理人的 那么很多人会因为这样起烦恼 但是你如果对这种人起烦恼 那你一样 你就又跟他一样 你又在这边 你又在这边又起烦恼 你要赶快回头过来 想一想 我要意思的是佛说的话 我要学习的是佛 不是众生 所以我要记的是佛说的法 不是众生的话 那些尖酸科博欢乐的话 这个我不用记 把它当垃圾丢掉就好 不要又脏又臭 又放在保险箱 时时又打开来看 一看了又闻得很臭 又很受不了 然后又忍不住 又去打开来看 是不是这样 忍不住又想一次 越想越气 不要想了 那忍不住进下来又去想 又想越气 是不是 又臭又脏 又忍不住要拿来闻 有时候会这样 这么脏这么臭这么难闻 再闻看看 又那么难闻 我们对烦恼通常都是这样子 现在要改过来 现在要改过来 你如果不改 我告诉你 你虽然听了很多佛法 但是都不入心 入阴森陀罗尼没有 我们来看入阴森陀罗尼怎么讲 这个很好 我们来看 他说 富有入阴森陀罗尼 菩萨得此陀罗尼者 闻一切语言因 不喜不称 就是赞叹你的声音 你不会起贪爱 那么毁谤你的声音 你不会起称恨 所以一切众生 如恒而杀等结 当然没那么厉害 就是很多人 不停不停地骂你 你真的托托尼 你不为所动 佛陀当时也很多外道去骂他 佛陀当时是很多外道去骂他 他不为所动 最有名的就是 有一个居士看到他 一直骂一直骂 骂完了 佛陀就听他讲 讲完了之后跟他讲 如果你送礼物给别人 别人不收怎么办 我自己收回来 你刚才送我那么多 我都用不到 用不到啊 真的 我真厉害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 我想 我自己也做不到 老实讲 你骂我三分钟 我可以忍耐 你骂我三个小时 我可以忍耐 你骂我三天 我就忍不了了 天天骂我 但是怎样 你当我塑胶做的 也会起烦恼 我也会起烦恼 但是起烦恼之后 开始想到佛的话 不能离心就怎么样 离境 离境了之后 不能转心就转境 也没办法就开始心里面 比如说念佛 呼吸 但是平常要心训练好 平常怎么训练呢 看有人不能忍耐的时候就想 如果我是他 现在境界不在你身上 在别人身上 有没有看这个人非常气 有时候最气的就是 你是佛教徒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是出家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 讲又讲不得 被人家讲到痛点 是啊是啊 但是我又没修那么好 但是没修那么好 是我自己的过失啊 但是我又做不到 但是他又讲这样 让我很气 更气 有时候就会 常常有这种情形 那怎么办呢 就是看见别人烦恼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要做官了 结果那个心就要起来了 你明显发现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没有托托你 那个法意没有入心 平常就没入心 禁界来的时候入不了心 平常就没入心 平常就不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说说思维 所以你要入心 入阴身其实就是 这个语言 这个法 因为以前的法都是阴身的 以前没有文字的 都是阴身的 所以这个入阴身 其实就是入心 法入心 这个是法 知这个理 你知那个意 知那个意 知那个意理 你已经知道了 就好像 你知道这个意义 知道是知道 不是马上做到 所以要常常训练 常常训练 久而久之 那个水 就能够入心 所以 佛陀曾经做过一个比喻 说一般的人 世间的人 就好像 听到佛法 就好像那个汤匙 尝那个汤一样 尝了一百种汤 汤匙本身也不知道汤的味道 就是把汤匙浸在汤里面 他也不知道这个汤是显得是淡的 可是佛弟子 闻到佛法 好像舌头 尝到这个汤一样 什么样的味道 他都能够清楚了知 即使是一滴 他都知道它是咸的 是淡的 是酸的 是甜的 他都知道 所以一个世纪句 他就能够明白 知道这个是佛法的味道 他就能知道 那大部分的人听了很多 好像汤匙浸在汤里面 他也不知道味道 没入味 不能入味 就是不能入味 法句异味 不能入信 但我们就要常常思维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看 所以 他说 这个闻一切语言音 不喜不称 那么一切众生 恶言立罵 心不震恨 这个老实讲 不能不容易做到 不容易做到 要看他骂得多难听 真的 我有时候常常在这种境界里面 我也会想这些道理 告诉自己 要人要想佛陀的话 久了久了 我告诉你 真的就有力量 真的就有力量 那你一开始没有这样想 久了久了 你就是随着他转 一定会随着他转 所以他讲 他就问 菩萨猪肉未见 还有烦恼 都有烦恼 那么怎么样能够忍这个恶 我又没有正无身法忍 我又不是佛陀 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恶法 都不会对我起作用 那他说 因为就是有这个陀螺你 就是你常常易持这个佛法 你要把你所受的佛法 易持在心 常常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塑塑思维 所以他讲 是菩萨 是菩萨虽未禁猪肉 大致力根 能思维除浅称心 用法来对治自己的烦恼 你要常常这样 做事念 你看他这里开始做分别 开始修 因为你听到这个声音一定是什么 有因有缘 耳根不到身边 你这个耳朵不去听 那么你怎么会去 这个就是虚妄分别 你怎么会知道骂你的是谁 骂的声音如果听了就出去 没有露心 骂的声音没有露心 那么所以他讲 若不分别谁当称者 那么称称心的又是谁 你一样都不会起称称心 比如这个人骂你 用英文骂你又听不懂英文 你知道很生气 你也不知道他在骂什么 你也不会跟着生气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人骂我 我都听不懂他在骂什么 我也知道他很生气 我也也许知道他在骂我 但是我不知道骂什么 老实讲我也不会很生气 我只看他一直生气 有时候会觉得他还蛮好玩的 不知道他在气什么 他就在气你 他在骂你 但是你听不懂 所以你为其称心有因有缘的 一定是你的心去分别这个法 那前提是你已经忘失 就算你知道了 你忘失了佛 我告诉你调五凡的方法 你已经忘记了 我在五卓二世 难免会遇到这些事 我要怎么样 不要让别人的烦恼变成我的烦恼 不要让我的烦恼引起别人的烦恼 主要做这两件事 不要让别人的烦恼成为我的烦恼 也不要让我的烦恼成为别人的烦恼 努力做 尽量做 当然不可能做到圆满 不太可能 但是尽量朝这个地方做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你自己不起烦恼 那么渐渐渐渐渐 因为你都是这种心 所以你有那种善缘 别人也不太容易 会让你起烦恼 真的 所以他这里讲 凡人心酌无我 分别示威而受恢恨 所以他这里也一样 若人人知诸言 谁生谁面 前后不去 则无称谓 那就是语言前后 也是叉那生叉那面的 你把它连在一起 有意生事的 那么才这样起称任心的 一知诸法 内无有主 谁骂谁称 这个就牵扯到无我 就是你这样思维 能够录什么 录十相陀罗尼 十相陀罗尼是什么 无我 所以你怎么样 由录音声陀罗尼 到十相陀罗尼 就是你这一些 都是为了让你正十相解脱的 解脱就是断诸烦恼 离诸烦恼 一切烦恼都没有办法影响你 你就解脱了 那你怎么解脱的呢 就是先闻词 要异词佛说的法 然后要了解这些法的意理 然后要不断境界来的时候 要拿这一些法的法意 来不断面对你的境界 你要养成这种习惯 真的 这样久而久之 你的烦恼越来越少 你的智慧越来越多 那么渐渐渐渐渐 你的我爱我值就越来越薄 有一天忽然之间 就是慢慢聚聚聚聚聚 那棵无名树倒下来了 跟断掉了 你就趋向解脱 这个叫正向涅槃 所以向善向上向解脱 正向涅槃 其实你看它就是文师修正的次第 它就是文师修正的次第 你不要再说 持咒不要懂它的道理 持咒要懂它的道理 我们说的这个咒是陀罗尼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 比如说 若有人闻书方亦云 就是语言不一样 这里是不好的话 但是那里是好的话 所以还是由你的心分别来的 亲爱骂之虽骂不恨 所以他讲到这个道理 有时候我再听到不好的话 我也会这样想 因为他有这样讲 我们就会想到 然后就开始用这个法 这里的道理来告诉我们自己 就真的就比较不会那么生气 我不要跟他一样 我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就同样一句话 同样一句话 谁讲出来就不一样 他讲的英语你听不懂 你不太会生气 同样那一句话 你爸爸讲你 跟你的同事讲你不一样 你虽然生气 但是因为是你爸爸 你也不太生气 真的 然后是你的儿子讲你 那他要看 讲什么 那你也比较会 你也比较会包容他 那是外孕的人 讲你 那你可能不会怎么样 那也可能会怎么样 看你 所以不同的人 你会有不同的反应 同样一句话 那为什么这样 你的心 重点在哪里 重点的心在你的心怎么解读他 你的心怎么解读他 所以就归咎 还一样是归咎到 烦恼还是重新生起的 心怎么分别他 重点在这里 那么你想清楚了 你见见见见 不管什么见见 你请起什么烦恼 你都归结到 心的虚妄分别 无名相应 别人说的话也是话 佛说的话也是话 也是理 这些话里面有他的理 有他的意 那你直取什么 重点在这里 所以你想到佛的话 就明相应 想到众生的烦恼的话 就无名相应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书方亦语 不同的地方 这些话是不同的意 那么这里 这种话是好 那种话就变不好 那么 好恶无定 虽骂不闻 则身会 那虽骂不称 一样 就 比如说 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 跟你讲你怎么这么讨厌 你会觉得这个是打情骂俏 那如果外面的人 你的同事跟你讲你怎么讨厌 你就觉得他在骂你了 就不一样 所以不同的人 你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那么 那么若有人 知与身无定 则无称喜 所以这个声音 其实 它 它是什么道理 还要你去赋予它意 它才有这种道理 比如说 举个例 比如说有些人 喜欢跟人家讲 哎呀 某某居士 有些有通灵 怎么样 我看到你后面跟着两个人 有些人就害怕了 起恐怖心 跟着两个人 一定跟着两个鬼 你后面有跟着两个鬼 在哪里站在哪里 你就开始害怕 如果是跟我讲 我就会讲 那很好 那两个是护法神来的 对不对 如果告诉你跟着两个护法神 你就会觉得 有一两个护法神保护我 你就会觉得 哎呀 走路 走路就有风了 可是你看到 我两个鬼 所以只要害我 那你就怎么样 你走路就开始害怕了 在哪里站 开始念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悲座开始念了 你看 它说两个鬼 那护法神也是鬼 对不对 那这两个鬼到底会做什么 后面都是你自己解读的 对不对 它是什么道理 这个鬼的意义底下是会害人 会来扶持你 会扶你的法 会来帮助你 是不是 那这个是你自己解读的阿 好那一句话也是这样 你要把它解读什么 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人比如说最常见的 哎呀 你根本不是人 听到就很生气 不是 那你意思是说我是菩萨咯 那很好啊 感谢你的赞叹 这就不一样啊 你看 就不一样 可是我们自然会把它想到不好的去 现在都把它想到好的去 其实这个经典里面真的有教 所以你某某的你这个文八蛋 他到底在骂谁啊 那么多人都叫这个名字 你不会生气啊 那么就算他这样讲 他讲完他肯定有误会 他不晓得 其实我不信王 反正很多人 你都可以这么想 你就化解过去了 那你没有你就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生气 你在跟谁生气 你在让自己受苦 别人让你受苦 你又让自己受苦 何必呢 那么所以你 这个是很常见的 你怎么让自己不起烦呢 其实很重要的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有人知语生无定 则无称喜 如亲爱骂之 虽骂不恨 非亲恶之 闻则生惠 如遭风雨 则路舍慈干 如地有志 则华邪 就是说 你有风雨 你就躲进没有风雨的地方 就是离境啊 我们不能离心就离境嘛 那地有志 你就保护自己嘛 这个人你就用佛法 佛法就是 让你不受刺的 你不要意念他那一个 你不要跟他相应嘛 你不要走到有志的地方踏上 那你才说 你这个志怎么在这里 不是啦 你不要踏上去就好 你不要去跟他相应 他讲的话 你不要跟他相应就好 你不要把他讲的话记起来 然后回去才慢慢想 怎样怎样怎样 越想越气 你就拿那个志 不断刺自己 刺自己 那个人都不见了 那个声音都不见了 可是记在你的内心里面 时不时拿出来 刺一下刺一下 所以有些人三十年 一辈子都还受那个刺 拔不出来 不是拔不出来 拔出来又吃进去 拔出来又吃进去 冤枉 如果你把佛法的道理 衣在心里面 食食生伐喜 你把众生的话放在里面 食食生烦恼 你看 你学佛的人 要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 你看 怎么样 所以 你骂立诸侯异附如智 但你慈悲习致諸不生成心 所以我们讲嘛 慈悲跟智慧由然而生 这个就是陀螺尼 七宝佛塔要从地涌出 因为时间到 这个是告诉你怎么样阴生陀螺尼的 这个很多 没有要全部讲完了 全部讲完了要很久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 其实陀罗尼四种文 文尺分别之录音声实相 其实就是文师修正 那么重点就是你要把佛陀的话记起来 你记多少没关系 尽量多记 记不了多记一句 他后面也有讲 像周利盘多姐记一句就好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道理 这个等一下下个礼拜 不是下个礼拜下一次 我们会来讲怎么样分别词 怎么样录音声 这里当然有讲 但是他还有举一些例子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得这个陀罗尼 这个跟念咒的意义不一样 只是他那个几句话 他就把这个佛法最主要的道理 是什么道理 静置身心的道理 像周利盘多姐持一句而已 一句而已 叫做浮沉离构 浮沉离构一样 烦恼来了不着身 佛祖叫他去擦讲堂 去擦比丘的脚 做的这些比较不好 他如果生起烦恼 为什么叫我做这些事 为什么别人都不做只叫我做 他就起烦恼了 为什么我出家那么久 又跟那些心去要洗脚 他就起烦恼了 那么这个烦恼就会让他不得解脱 他没有他只文词佗通 他只是佛祖叫我这样做 我就做做做 他不会想为什么只叫我做 叫他去跟比丘洗脚 他就去洗浮沉之过 要洗干净 他只记得要洗干净 他不会去想 比我好有缓出家 我为什么要跟你洗脚 这样就起烦恼了 这个就是文词陀罗尼 只记得佛祖叫他做的事 只记得佛祖跟他说的法 然后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就没有为什么要跟你做 就有人开始起分别了 那你出家在我前面 我才跟你服务 你出家在我后面 我不跟你服务 你没资格让我洗脚 重点是要 重点不再洗脚 重点不再插灰成 要是让我内心的烦恼 那种傲慢心 那个障碍住他 你看他后面也有这个例子 那我们是先大概知道 知道有这四种托托尼 你持咒一样 持咒 我们刚才讲 我妈你爸妹 不知道第几次会讲我不知道 但是要诗经 要诗经往生咒 大悲咒 准提咒 我这里有几句 也是一样 但是我要跟你们再说明一下 你们才会知道 一样是这个次句 闻思修正 到最后就是没有烦恼的境界 陀罗尼 好 你们今天想到这里 法师我请教一句 好 我们说我们有吃一个借 叫过午不时借 好 过午不时 过午不时借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一定要才十一点半以前 我要请教法师 就是说我们持过午不时借 那过午不时借是不是一定要在十一点半以前 要用晚餐 这样才叫做有持戒 不一定 现在要看持戒 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 不是刚才讲 我们以前有讲 比奈耶 什么所写 因缘所写 对 你持戒要看持戒的因缘 佛为什么要持这条戒 他要凡犯什么烦恼 并不是照这个时间点 他就有功德 不是 功德从哪里生起 从心 对 书圣在里一样 他不是那个戒 戒的文字 不是那个戒条 这个戒本身 他要凡犯你起什么烦恼 他要让你生出什么功德 从这个地方看 好 那过午不时 第一个佛一开始 并没有持过午不时的戒 大家没有过午不时的 一直到那个佳流头鱼去脱波 佳流头鱼长得黑 印度人比较好 叫做黑光尊者 他去脱波 晚上去脱波 吓到人家怀孕的妇女 以为看到鬼 你知道吗 所以流产了 那就有人激险 戒主要分三大部分 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了 这个要解释 要稍微解释 戒主要分三大部分 道德 比丘戒比丘尼戒 如果五戒他就没有这么多 主要是道德规范 这个是根本 叫做信戒 道德信的 杀到淫忘的 这个是道德规范 他有一个规范 要照这样的道理 一个就是团体规约 因为僧团是一个团体 大家住在一起 不可以互相干扰 要互相成就 不可以互相干扰 就团体规约 那么僧团他有对外的部分 有这个对外形象的部分 一个团体给外界 还没学佛的人 给社会 他有一个不同的观感 个人出去 会影响到人 影响到这个团体 影响到佛教这个团体 所以他还有一个生活 还有一个你内在 你本身本身的生活习惯 因为戒本身就是好习惯 就是生活习惯 生活的准则 让你养成好习惯的 那么你不会 就是这个只要是威仪这部分 穿衣要怎么穿 走花柔路要怎么走 讲话要怎么讲 也不会说 这个初校你怎么这个样子 那你影响到别人 影响到社会的观感 主要就是这三部分 那这个都是要让政法有助的 那么过五不死 基本上 比较 比较在生活准则里面 他跟道德的鬼幻比较没有 也有 也有关系 但不是那么强 佛陀时代 那一些没有辞 他是十二年后才可以自戒的 那么过五不死 又更晚一点 那因为加勒陀仪 是在比较后面出家的 在舍利我目见的后面的 那么这些大阿罗汉都没有持这条戒 但是他们也解脱 三加社那些 没有持这条戒 那一直到 当然他们也不一定说一定有持 因为有些外道 他本来就有持过不死的戒 脱波 那那个时候晚上是有脱波的 但是重点不在吃跟不吃 重点在什么 贪跟不贪 这个我们要讲到准提咒的时候 也可以顺便讲 因为准提咒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念的 他为什么吃饭前念准提咒 准提咒是在做什么作用的 其实也不离开 准提咒是清静的意思 不离开这个意思 那这个我们也有讲 那么所以这个戒 过五不死的戒重点在说 第一个 因为人家外道都是过五就不吃了 你佛教 他这个就是社会观感的问题 他就会觉得你佛教主那么贪 人家外道都这样修行 因为他们那个是苦行主义的 所以他觉得佛所想一想 不吃也蛮好的 省掉很多过饭 晚上去脱波也蛮麻烦的 傍晚脱波也蛮麻烦的 所以好 那不吃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就吃过不死 那过五以前没有特别说 那过五是到几点 那后来你没有规范 就要到一点点过五 两点点过五 所以过五这个名词 如果依佛 因为以前没有时钟 以前没有时钟 过五基本上是 就三个 现在有三种过五 过五 过五 这个五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你没有规范 那大家就没有一个准则 所以后来就变成有一个 有一个明确的规范 那这个五 就好像说你偷到五钱 到底五钱是多少钱 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戒律就是后来研究就变成这样 第一个就是十二点 中午 以我们的这个时间来讲 一个就是以中国人的五十 就一点 一个就不是看太阳 这个是春夏秋冬不一样 春夏秋冬 它有一个日中 日中时间 这个是春夏秋冬不一样 大概在十一点 大概在十点四十五或十一点 十一点四十五到十一点半之间 日中的时间 过了就过五了 那么基本上都 如果就我的看法 我全界长 因为各个律师解释的不一样 全界长的看法基本上是 都可以 你如果配合你的道场 你一点钱用 基本上也可以 那一点钱开始就用 就是吃到一点多也可以 基本上 如果以我的说法 就戒律另外 律师是另外解读的 那么就是你不要 就因为你没有变一个时间 那么你两点 也五三点 也五四点 也五 那一点更宽一点的就是 反正我午餐 不要超过太晚吃就可以 反正也要吃嘛 但是我就不要太晚吃 但是就是 也要有一个规范 但是也不要太磕 就是中道了 你不要说 就是几点几分 今天十一点四十五分 四十五分我还在吃 那一口要吐出来 所以不需要 有吃得演的就是这样 吃得演的就是这样 还要赶快去刷干净 因为有一根菜渣在里面 不小心吞进去了饭戒 其实这个就是 你吃到演就变成说 你会执取那种 就是会执着这样 不然你会不安 我没有吃戒嘛 其实不是 重点在 就是食存五官 就是在那个贪心 秤心 你要一直吃一直吃 那就是 因为饮食 饮食跟男女 刚好都是肆意杂成 饮食男女 饮食男女 那饮食有四欲杂成 五欲里面有四欲 他都在里面 叫做色香味醋 生比较没有 但是也有 但是比较没有 但是就是色香味醋 那五欲里面叫做色生香味 他这四欲是杂成 但是染灼力比较重 染灼力比较重 染灼力比较重 所以 那男女是色生香 色生香醋 他一样是肆意杂成 就是比较重了 色生香跟醋 这味就比较没有 但不完全没有 那就是说比较没有 就是这个比较重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人跟本欲 那这个已经防范了 但重点就在这里 色香味醋 那你每吃一次 你就会可能 容易在这里染灼过一次 那让你 而且你 一个就是你脱波的时间 比较麻烦 因为人家还要帮你准备 那你还要出去 回来 吃完了之后 吃完了之后 还要消化 那会浪费掉很多时间 那么你晚上不吃 其实不太会怎么样 那如果 如果我们用主事大德的来讲 其实也有赞成吃 也有赞成 像英光大师就赞成 你应该要吃 但有一些就觉得 你不应该吃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以佛法来讲 重点不在吃跟不吃 如果你可以不吃 你就不要吃 因为多的时间 你可以来浪人工 因为你不需要的 你不需要吃 你就可以过 那么你干嘛要吃 对不对 就多余的 那么如果你要吃 你才能修行 重点在它 会障碍你修行 还是会帮助你修行 如果你多吃这一餐 其实你就多一些时间 要去弄这个 也麻烦 那么可以不吃就不吃 如果要吃 才能帮助你修行 那你应该要吃 晚上吃也没关系 因为它帮助你修行 重点是 它帮助你修行 不是障碍你修行 好 那你把这个观念 你把这个观念 放到时间过午 一样 那么你也不能够说 都没有规范 但是所以大概 看这个道场 看这个道场 那么你大概在几点 吃 如果一般 不会超过一点吧 就在一点前吃 或者十二点半吃 其实都还可以吃到一点 或者一点 不要吃过两点 那么也可以 那比较严格的就是 你不要超过一点 其实是好的 我讲一个例子 因为时间 没关系 我再讲一下 我有一次坐飞机去 那我是迟过 不迟的 那个时候也比较 就是迟的比较 就是过午了我就不吃 就算我没有吃 我也饿没关系 泡一点东西也可以 就是我就不吃 但是有一次 我就要坐飞机去 休斯顿 美国 有一次也要坐去 阿根廷巴西 你知道那个时间是颠倒的 坐在飞机上有三种时间 一个是 比如说你台湾的时间 现在几点 萤幕上有写 一个是你飞到哪个地方 你飞到日本飞到那个时间 一个是你抵达地的时间 好 那我有一次 因为我过午不死 过午 然后飞机餐送来 送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飞机里面是晚上 我就不能吃 我就没有吃 可是白天他又不送来 但是我要到底要看什么时间 我要看台湾时间 台湾时间现在没有过午啊 可是现在是晚上啊 那我到底要看 我到底午时要看哪里 我就很纠杂 我到底要不要吃 啊 感觉都不要吃 坐在飞机上有二十几个小时 我都没有吃 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看什么时间啊 因为 因为我从晚上坐到那边 还是晚上啊 那你说 那我就坐到这里 它已经是晚上了 可是台湾是中午啊 那飞机上 所以我就记得很深刻 我在那边想 现在送来 可是现在是晚上啊 现在飞机上面 你飞到美国那边是晚上 还没到 阿根廷还要下一班 所以是晚上 那我到底要不要吃 如果你严一点的时候 台湾时间随时都可以吃 你这边是台湾中午 然后这边是美国中午 这边是阿根廷中午 你看你要用哪一个 你要不能吃都不能吃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 那就看飞机上的时间好了 可是飞机他管你过午不过午 他又不管你这个 他就是时间到 他大概上飞机没多久 他就送过来了 可是那个是晚上的班机 所以他每次送来 两次三次的餐点都是晚上送的 我就还给他 可是等到我想吃的时候 可以吃的时候 他又不送来 所以我就记得 这个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后来我就反正 反正我就是吃那么一餐而已嘛 然后你就是你就是留着 然后大概天大概稍微亮一点 你就吃了 你也不要管他过午不过午了 基本上是这样 要不然你坐飞机实在是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尤其你坐很远的飞机 你不是坐那个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到的 那如果你要吃的话 基本上就是大概 我觉得一点以前 配合到场基本是可以的 有些人为了持这个戒 把胃弄坏掉了 又障碍修行 其实也不需要 但是你可以持 就尽量持 但是以不障碍 以不障碍团体的运作 以及个人的修行为主 障碍就是你在这个饮食上起烦恼 要费很多时间 要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这个就比较 能够尽量 能够尽量就尽量 其实是这样 那看个人 因为有些人持得比较远一点 他就有一个过午的时间表 要照时间的 那如果稻草能够配合 那也很好 如果不行 其实重点在修行 重点不再过午不过午 其实是这样 重点在不起烦恼 也不让别人起烦恼 但是也不是说 那这样大家都吃 大家都高兴 不是 那种高兴就是烦恼 你知道吗 那种贪爱就是烦恼 其实是这样 我们合掌回向 先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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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奢侈